北京时间8月15日 本赛季天津得比的次回合将要打响 泰达主力左后位由于赵宏略累积四张黄牌 将缺席这场比赛 不过泰达队的头号射手阿琪母鹏在接受天津电视台 体谈新视野节目采访师则表示 他可以承认这个位置 图片来自体谈新视野 目前埃琪母鹏已12例进球排在中超射手榜第三位 比帕托、巴坎布、塔尔德利等高身价外人进球都要多 在谈到是否对金薛抱有憧憬时 埃琪母鹏说 射手榜第一的位置是谁都愿意去争取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泰达队能够获胜 能够使球队在积分榜上的位置更靠前 在战胜和南线业后 天津泰达将迎来一场关键之战 本赛季天津得比的次回合 主力左后卫赵宏略将内季四皇平赛 翻开阿琪姆鹏的履历 我们可以发现 加拿人在效力比甲安德莱赫特期间 有过出现左边后卫的经历 对此阿琪姆鹏说当然 左后卫没有问题 每个位置我都可以 门将都没问题 不知道泰达主帅师弟立刻是否舍得要对内头好射手 去补一下左后卫的楼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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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